如来也不敢管的妖怪 他的兵器让女人害羞 他的法宝让男人扎舌 提及如来也不敢管的妖怪 您第一时间会想到谁 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做齐九龄元胜 还是太上老君的做齐青牛精 不管是九龄元胜还是青牛精 他们都让孙悟空吃尽了苦头 把取经队伍搅得焦头烂额 原来九龄元胜拥有上通三圣下撤九拳 只需将尸头摇一摇就能轻松秒杀孙悟空 而青牛精的枪棒功夫了得 他的法宝金刚拙能轻而易举地套走孙悟空的金箍棒 为了降服九龄元胜和青牛精 孙悟空曾上天入地四处搬救兵 九龄元胜最终被主人太乙救苦天尊带走 青牛精则被都率弓的太上老君降服 由于九龄元胜和青牛精的后台背景极其强大 就算孙悟空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告知如来 如来仍不敢亲自出阵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除了九龄元胜和青牛精 取经路上还有一个妖怪让如来进而远之 紫妖的兵器极其怪异 女人见了会面红耳赤 在吴承恩的笔下 你觉得谁的兵器最为怪异 有的读者认为 玉兔金的导药杵算得上是最怪异的兵器 导药杵本是广寒宫导药的一件工具 本玉兔金为了报仇偷偷携带导药杵下凡作乱 还仗着导药杵的神威和孙悟空大打出手 也有人认为哪吒的绣球儿怪异至极 只因哪吒的绣球儿里藏着16个鬼怪头目 这16个头目麾下还有5000小鬼 因此只要哪吒将绣球儿抛出 所到之处更是山崩地裂鬼哭狼嚎 然而在唐僧的取经队伍快到达灵山的时候 孙悟空等人遭遇了一个妖怪 死妖的兵器更是有趣 那时孙悟空领着唐僧来到了灵山脚下 却和不可一世的黄霉怪发生了激烈碰撞 黄霉怪嚣张至极 经变成如来佛祖的模样招摇撞骗 黄霉怪的兵器看似一杆普普通通的狼牙棒 可此兵器又叫做短软狼牙棒 短软二字让读者们不由地浮想连篇 书中更是如此写道 这短软狼牙棒乃弥勒勒佛敲庆的船 可随心变化 若粗若细 要长要短 一个敲庆的船 为何可以随心所欲的变粗变细变长变短 笔者认为 这是吴承恩藏匿极深的一个隐喻 将短软狼牙棒比喻成了男人 可别以为笔者无中生有 既看过戏游记原著的朋友会知道 为删减的原著里有不少大胆的描写 好比在取经队伍路过着构拳的时候 吴承恩曾入骨地描写了七只蜘蛛精沐浴的情景 在取经队伍遭遇老鼠精的时候 老鼠精也对孙悟空做了一个极其不雅的动作 而书中的黑松林 无底洞以及光头和尚也暗喻了不少事物 与此同时 黄眉怪的法宝金挠同样映射了遗物 能让男人暗暗则舌 那时唐僧等人被黄眉怪变成了如来所骗 没有拥有火眼金睛的孙悟空 撤出金箍棒朝黄眉怪打去 黄眉怪似乎听闻过孙悟空的厉害 只见他急忙掏出一物往空中一丢 一个换作金挠的法宝 必时将孙悟空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 书中是这么写的 那金挠将孙悟空合住 里面黑洞洞的 造的孙悟空满身流汗 他不能得出 急得他是铁棒乱打 莫想得动分好 他心里没了算计 将身往外移正 却要正破那金挠 虽缅着一个绝 就常有千百丈高 那金挠也随他身长 全无一些霞凤光明 却又年绝把身子往下一小 小如借菜子 那挠也就随身小了 更没些些恐窍 这金挠被吴承恩暗喻成了什么物事 此物将孙悟空合得密不透风 里面还黑洞洞的 就算孙悟空挥舞铁棒乱打都无济于事 此外 金挠还能随着孙悟空变大而变大 缩小而缩小 却没留下一丝丝小洞洞 对于金挠的原形 你且看吴承恩又是怎么写的 原著道 这金挠的口不像金子筑成 好似皮肉长成的 竟能顺着抗金龙的脚 紧紧擒住 自下里更无一丝拔缝 众所周知 抗金龙的脚又长又尖 然而金挠的口却像皮肉一样 能顺着抗金龙的脚擒住 却不留下一点点缝隙 看到这里 想必一些读者已经知道 金挠的原形是什么了 至于黄梅怪的另一个法宝人仲戴 更是颇有深意 对于仁仲戴的描写 吴承恩是借着弥勒佛 如此说道 3月3日 我因父原始会去 留他在宫看守 他把我这几件宝贝拐来 假佛成敬 那大包儿是我的后天戴子 俗名换作仁仲戴 我们知道 3月3是王母娘娘的诞辰 即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情人节 而仁仲戴又是后天戴子 一个后天象征了后世子孙 因此仁仲戴被吴承恩 暗喻成了私情邪欲 正如清朝的道人 布一子所说的那样 仁仲戴乃包罗万象之不代 而为难收众生之欲贺 如此看来 黄梅怪的短软狼牙棒 金挠以及仁仲戴 都在吴承恩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下 赋予了原形 暗示了男女之事 与此同时 黄梅怪赶在如来的眼皮底下 建造小雷阴死 还嚣张跋扈地 变成如来的样子 让唐僧等人跪拜 可拥有慧眼的如来 洞悉万事万物 他为何不敢管 原来黄梅怪的主人弥勒佛 又叫做未来佛 如来正是爱于弥勒佛 这才对黄梅怪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综上 吴承恩的西游记 看似是一部老少皆宜的神魔小说 实则却是一部充满批判 与讽刺的奇作 将封建社会的黑暗 人性的丑陋 展现得淋漓尽致